最近刘亦菲的美貌又出来学习娱乐圈了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神仙姐姐的脸变长了 其实一直以来刘亦菲的脸都是比较长的 但她的长跟我们普通人这种 显老气、显吐气、显成熟的长不一样 是那种很饱满、很鹅蛋型的长 我仔细研究了发现只要拿捏这四点 普通人照着刘亦菲来抄 就算是我这种带了吐气的大铺嘴 也能找到长脸 正确的变美思路 妙变少女饱满脸 跟着我大老师从理论到操作 让你变成骨盔级的化妆高手 低脸轮廓 长脸真的要避免在脸上说太多的阴影 导致脸更长更窄 应该面过多 显得更小气了 正确变美思路就是给自己增加更多的 狠下面积 让我们的骨骼转折点往后移 上脸视觉上更接近额带脸 显得脸更短 而且脸上的瘦瓜面增大 也会显得脸干净很多 所以我们上完粉底之后 就可以用高光来改善我们的脸部轮廓 怎么去找自己的脸横向或宽的位置呢 教你们一个私人定制的高光方法 相机结构法 正面光或是自然光 下面拍一张 曝光高光 还有对比度都拉高 然后把阴影和亮度都调低 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自己脸上面的结构 面部明暗 再跟我们大美女刘亦菲去做对比 我知道这样子很残忍 但是呢 这是最快速的 变成美女底子的方法 用着这个参考图 高光亮用薄一点 自热若无的感觉在上面 压在我们正脸还显暗的地方 额头从眉弓这里往上戴 因为刘亦菲的镍线就是非常的直 并且往后靠的 每个人的面部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用这个方法 是能够真真切切的 改善你自己的面部情况 面部底子的 疲惫下来的这个面部凹陷 还有鼻肌底 少量多次的往上面叠 鼻翼这里往外再拉开一点 横向再破宽 这样子还会显得我们更饱满年轻 下巴高光曲往外一点 视觉上下巴更短 用起点把它压均匀 再把两边的遮瑕处理一下 你看只是半张脸 这个饱满紧致的效果已经很明显了 整张脸好像被扯着往这一边斜了一样 很何况全脸呢 趁现在赶快定妆 之后再用一点点阴影 在骨骼转折点 额捏线全凸点 下颌骨 扫上一点点阴影 让脸显得更紧致 你看把轮廓做好了 比我们素颜土气的那个择头择点 看起来是不是要饱满 要流畅 额蛋型了很多 第二个妆容 避免妆重点靠下 弱化眉眼重唇妆的画法 这样子会让脸看起来重心更往下 更拉长了 长脸妆容更适合 色彩均衡分散的 甚至是着着眉眼部分 让面部重心吸引力 上移 像这种没有太多彩妆修饰的 放到现在也不会觉得过时 毕竟这张脸也很难过时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一个 低饱和的消肿色 先用一个眉刷 沾着一个眉粉 按着自己的眉骨拍一条 自然的毛茸茸的眉毛 不用太长 短眉更显得年轻 在眉尾没有毛的地方 用这种水眉笔加几个毛流上去 显得眉毛更自然更真一点 眼睛我们要又圆又长 所以先用一个咖色 打一个眼眶 轮廓出来 有一个眼眶也会显得 我们面上部更立体 更吸睛 再用这个颜色把鼻影也给化了 橙色做眼影打底 眼睛铺长一点点 把它往后带 只要用一个扁刷沾这个深棕色 画出单纵眼的大致形状 还没到眼睛末尾就要往外飞 可以减少上眼瞼下垂的感觉 之后按着眼头弧度平移到下眼瞼 让它更像一个平行四边形 末尾这里要往上勾往上扬 这样才是单凤眼 眼影暗沉用遮瑕给去掉一下 这样子眼睛整体的下垂形状就被改变了 拉长这部分就做完了 我们就来变圆 用上下睫毛纵向放大眼睛 睫毛不够长 可以加一些鱼尾形的假睫毛 鱼尾睫毛它就更自然一点 拿一个哑光的卧蚕笔 和一个窄窄的卧蚕 放低眼位 眼头包到眼角 形成它非常有辨识度的内肢醉皮 趁它们一干拿一个小的刷子 把给你晕一下 撒红中就一个橙色和白色 混合横打在面中 缩短脸长 嘴巴选一个低薄的颜色 画出神仙姐姐那个饱满的唇部 边缘都给模糊掉 特别是两个尘封这里 可以往外再开一点 这样子我们嘴巴就更圆 第三个点发型 避免一堆很厚重的堆在发尾 让脸显得像一个正三角形 又笨重又显脸大 还显脸长 我们可以先卷发 让头发显得更轻盈 更有纹理 更有空气感 转到头发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耳朵上面的这一部分 让它显得更鹅蛋型 把前面的头发拿起来 往后绕 绕完之后稍微的拱一下 让它这里有个小弧度 把它放到耳后面 拿你喜欢的夹子把它夹住 然后你就可以自制高度顶和镊部 扯一下扯出纹理感 这里越宽就会显得我们的脸越饱满 但是也不要太超过了 就以我们脸型的弧度线为准 这样子 你看这里有一个大C 它大的话就会显得我们的脸是小的 第四点就是穿搭 避免露幅度小的 显得脸长肩窄 要选那种脖子到胸上面 一大片露白的 这样子还可以模糊脸的分界位置 视觉上显得脸短 有用的话不要忘记关注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